记者黄中山台中报道,环保署空品测站县市,台中市过去三周下午2.5平均值降至18微克,优于北部多个县市,今天下午2点个空品测站也全数亮起绿灯。 环保局说,将持续推动第三次电力业加盐排放标准制定,补助态缓燃气锅炉,建制电动公车等措施,让空品持续提升。 环保局指出,是否针对固定、移动、易散等污染源管制全力以赴,推动燃油锅炉改用燃气降低排放,鼓励态换老旧二型乘机车及柴油车,减少铜琴及运输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染。 对于环保祭祭也推出四少亿功德政策,餐饮油烟及营建工地污染也跨局处共同维护。 观察全台各县市过去三周,5月1日至23日,下午2.5平均值比较,台中下午2.5平均值降至18微克, 而过去北市为空品较良好的北部地区,包括新竹县、桃园市、台北市、新北市等显示,下午2.5平均值均达20微克以上, 现实台中空品已有改善,令根据环保署空品监测站显示, 今年台中第一季下午2.5级平均值22.8微克,相较去年同期25.6微克减少约2.8微克,减幅达10.9%,是历年同期最佳。 而单就今日而言,下午20台中16个空品侧站也全数亮起绿灯,空气品质良好, 且优于北部地区环保局长白至荣扰市,改善空污市长期的工作,需要综合面向全面考量。 台中市的空品目前距离国家空气品质标准15微克还有关键5微克, 今年将定定电力业第三次加点标准,并持续补助燃油锅炉工厂台换成燃气锅炉, 从源头改善工厂污染排放,同时,也将新增电动公车达到150辆, 餐饮业由烟猎管家数倍增至2000家,全力推动各项空污防治策略,让空品持续提升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